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世界各地的青年学子们 提供了这样一个汇聚青年人才 促进青年交流的思辨舞台 让德币成为中国大学生创业的第一间办公室 感谢赛事战略合作伙伴 德币集团对赛事的大力支持 带上Visa与世界一拍即合 感谢赛事公益合作伙伴 全球领先的数字支付技术公司 Visa连续五年对赛事的大力支持 腾讯会议 随时随地高效开变 感谢腾讯会议 对本次赛事的大力支持 同时我们还要感谢 赛事媒体合作伙伴 北京时间 赛事官方合作伙伴 本真咖啡田下果园 赛事行业合作伙伴 平安银行北京分行 五矿信托 太平洋保险 北斗鼎明 法天使 北京天坛慢心酒店 对赛事的大力支持 下面我们将进入比赛环节 首先请允许我介绍本场比赛的评委 他们是 天津大学辩论队执行教练 2017世界华语辩论锦标赛冠军 2017华语辩论世界杯 季军 行瑞斯老师 中国人民大学纵横辩论社教练 2015华语辩论世界杯 亚军 张驰老师 中央人民广播电视总台 经济之声评论员 亚太大专华语辩论公开赛 亚军 百合国际辩论挑战赛 食品安全杯 国际辩论邀请赛冠军 即全程最佳辩手 王鑫老师 让我们用掌声 欢迎他们的到来 下面请允许我介绍参赛双方 坐在我右手边的是正方 来自济南大学的同学 他们的观点是 应该解除大学校园 对社会的公众限制 坐在我左手边的是反方 来自厦门大学的同学 他们的观点是 不应该解除大学校园 对社会公众的进出限制 下面有请双方辩手 做自我介绍 首先有请正方同学 正方一辩金一郎 正方二辩冯世安 正方三辩曾宜 正方四辩刘夕然 代表正方近南大学 问候在场各位 欢迎他们的到来 下面有请反方同学 做自我介绍 凤凰名义 于比高刚 雪海洋洋 普渡慈航 智之无央 智爱无疆 南方之强 明日动凉 反方一辩 范可馨 反方二辩 常思雨 反方三辩 成标 反方四辩 吕一航 携我方三位辩友 代表厦门大学辩论队 问候在场各位 大家下午好 同样欢迎他们的到来 下面比赛环节正式开始 首先有请正方一辩进行立论 时间为三分钟 谢谢主席 各位好 各大高校推出严格的进出限制 但仍有许多高校 并未恢复到前的开放水平 未能及时根据宏观政策进行调整 我方认为应该停止懒证 尽快调整 高校的进出限制 应该以允许进入为原则 限制进入为例外的方式 被解除 进入学校园区后 根据区域特色规定 不同的开放程度 比如广场 景观完全开放 体育场 图书馆 预约使用 师生宿舍不能进入 基于此论证如下 第一 解除限制能够将大学资源 与社会共享 避免资源的浪费 据核心业务为大学活动场地租赁的 互联网平台数据显示 全国校园场馆 以15%以上的速度递增 但空置率却高达80% 如果能开放 校内丰富的绿地资源 文化景观 体育场地都可以与公众共享 哈尔滨工业大学向全民开放后 游客走进哈工大红色教育基地 近距离感受国之重器背后打造的故事 湖南大学越路书院的书院文化 也因开放而传递给更多民众 带来文化资源的共享 再比如苏州大学天字庄校区 学校附近只有密集的居民楼 缺少绿化与健身设施 开放后就可以平衡此种匮乏情况 第二解除进出限制 能为学生带来更加丰富真实的校园活动 解除限制后 学生举办的活动拥有丰富的参与者 社会公众也能通过参与活动 丰富生活 陶冶情操 例如上海音乐学院 一个月能举办17场包含合唱 戏曲提琴等丰富类型的音乐会 35场讲座 上音官方表示 全院师生将向社会各界分享 办学成效和育人成果 又比如由济南大学深圳校区 酒店专业和餐饮专业同学经营的 燕寒山酒店和好莱坞餐厅 在疫情之前 未有社会公众的进出限制 所有酒店管理专业的学生 都可以参与到餐厅的经营当中 从食材采购到经费预算 再到初餐接待 同学们因此接触了社会上 真实的服务对象 更深入地了解行业 再比如爱心意卖 街舞表演 辩论赛等 如果公众都能参与 该多是一件众乐乐的美式 最后我方发现 推行解除限制的模式 能够运行良好 自去年八月 哈尔滨工业大学 就开启了解除限制的模式 哈工大航天馆博物馆 都免费向公众开放 可即使是国庆黄金周 学校日接待人次为两千人 也完全在校园环境 承载能力之内 在明确校内游览规章后 游客也几乎都能遵守规则 最近哈工大通过 升级参观攻略的方式 进一步引导公众文明游览 副校长范峰说 让广大青少年参观 这些航天科技的成果 培养科技报国的理想和目标 就是我们开放最重要的目的 我方也相信 解除限制 既是高校对社会公众的社会服务 又是学生能参与社会的机会 是件两全其美的好事 谢谢 感谢正方一辩 下面有请反方二辩 质询正方一辩 质询方可以打断被质询方发言 被质询方只能作答 不能反问 对质询方计时 一分三十秒 好 感谢主席 您方讲允许是原则限制为例外 哪些学校是例外 可能有一些 比如说你会发现开放之后 它会严重超过校园承载力 我方认为绝大多数的学校都不会 比如说我方举证的哈尔滨工业大学 还有已经完全开放的 北京外国大学 我确认一下具体的例子 今天厦门大学觉得 自己放不了太多人进来 我们学校是有限制的 您方觉得这是您方的还是我方的利好 我方依然觉得厦门大学 可以更大程度地进行开放 那坦白讲 好 确认到这里 您方是要进大程度 应开进开 而我方态度应该是 我可以有筛选 我只邀请我想要进来的人进来 没问题吧 邀请特定的人可以是你方的利好 我方态度是我方邀请特定的人进来 我下一个问题是 我方今天限制也不等于 我这个学校封闭 对不对 你可以提出具体的限制的举措 但是我认为必须得要限制某些特定的 我今天开办一个科研讲台 我开办一个文化的活动 邀请校外的学者进来 邀请校外的一些培训班的参与者进来 没问题吧 相比而言 我方的社会公众可以进来 就是我方的人数一定比您方多 你只能邀请特定的人 您方的一部分举办活动的利好 我方也可以通过邀请制 邀请校外公众人士进来 我下一个问题是 今天我们发现 华南农业大学 它的科研用的桃树 在游客观赏拍照的时候被折断了 您方要怎么防止游客做这件事情 规范 双方成本共担 建立合理的规范措施 科研用地 实验场地都需要保护起来 学生有可能 我确认一下 所以你的所有科研用地 上课的教室 公众都不能进 对不对 上课的教 我觉得教学楼是可以预约开放 或者说开放的 如果说重要的 教学楼预约开放 有很多公众进不去 怎么办 就是可以根据具体的课堂 就是比如说有一些课堂 是小班教学 或者说老师不愿意给公众 传授某一些观点或支持的时候 那我这样问好了 下大的一中天老师 想必大家都知道 一中天老师的课一票难求 学生自己都抢课抢不到 这个你要开给公众吗 那就是教学楼确实资源有限 可以不开放 好 所以您方正乐乐 在您方的限制政策下也做不到 我下一个问题是 今天郑州大学 他们发现游客的数量 远远大于校内志愿者的数量 游客土瓜子的手 快于志愿者捡垃圾的手 你方怎么管 我先就是有多少学校 是你方这样的要解释 然后我解释一下前面的 就是当我们在讨论 内部的场馆的时候 我们已经没有再讨论 校园大门的进出限制了 今天讨论的是校园的进出限制 我方讨论了 我方讨论了 郑州大学做不到 下一个例子是 武汉大学被迫下课了 你要怎么管 不好意思 时间到 谢谢 感谢双方变手 下面有请反方一变 进行立论 时间同样为三分钟 感谢主席 问候在场各位 我方观点为 不应该解除大学校园 对社会公众的进出限制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 解除进出限制 指的是如哈工大 胡大等学校 不再对公众进入校园 做出限制 保留限制不等于封闭 我方主张高校的限制方案 指出通过学校邀请 或通过预约审批 参加学校主动召开 研讨会 论坛等学术科研活动之外 其余社会公众不得入校 基于此 我方认为 是否应该解除 当下阻碍社会公众 进入校园的限制 要看何者能够 更好地实现大学的价值 以下展开论证 第一 当下社会公众 有入高校 严重打扰高校 教学与科研的核心功能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指出 高校的社会服务 需要在保证正常的人才 培养任务情况下进行 可见 大学作为教育科研场所 其功能应当 寄予其教育和科研资源 且保证正常的人才 培养具有最高优先级 但当下 社会公众的进入 严重影响了 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 和学生的日常生活 湖南农业大学报导称 游客和周边居民 摘掉了校内 油菜花保护道拍照 拽走了研究用的彩色花生 导致科研项目无限期停滞 哈工大的学生抱怨 游客挤占他们的校车 导致他们无法上学 五大光威还报道了 游客在体育馆 闯入教学区影响教学秩序 经过多次劝阻无果 导致课程无法进行提前下课 如此的案例数不胜数 若教室成为了休息区 科研成为了观赏物 学生成为了动物园里的猴子 无疑是本末倒置 损害了大学核心教育功能 影响正常的人才培养 第二 保持高校的进出限制 能够促使高校回归职能本位 更好地发挥 自身在教育资源上 独有的比较优势 实现高校的公共服务职能 作为我国科研资源 和人才队伍最为集中的高校 其科研教育资源 服务社会的程度 还远远不够 校企结合度不够 科研成果转化率极低 本职工作没做好的情况下 不应该让高校 在做额外负担的勤奋 武汉大学每年樱花季 要花至少六百万投入资金 修复游人高强度踩踏而受损的草坪 康比三十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教育部十三五规划中 对高校社会服务提出的关键词 依次为科技 成果 转化 建设创新 厂业 行业 可见高校不同于公园 公厕的独特优势就在一起 教学 科研 人才和知识等方面 并非服务游客 要求高等学校像普通的景区一样 为公众提供游览 休闲服务 就像医院连救病治人的 基本水平都没有 它的观赏价值再高也没用 只会导致比较优势的浪费 因此高校更应该做的是 保除禁出限制 主动采取措施 聚焦于创新和科研之点 开办前沿论坛和研讨会 和企业进行厂学研合作 推动地方经济发展 依托自己的优势教育资源 才能够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 更好地造福全社会 促进社会分工 综上我方认为 不应该解除大学校园 对社会公众的进出限制 以上 感谢反方一辩 下面有请正方二辩 质询反方一辩 规则同上 有请 对方编友你好 我听起来 你方限制的理由 主要有两个 一个是觉得打扰大家上课 然后另外一个是觉得 他应该更注重在科研上 没问题吧 没有 我方第二个论点是说 我们现在高校的本职工作 没有做好 社会服务还不够 我们希望高校 把更多的精力聚焦在 这一些社会服务 我了解了 我了解了 差不多的意思 所以我先来问你 你方打算用什么样的政策 去做这件事情 限制政策 我方认为 就是邀请一些 比如说学者 或者一些前沿 我们开一些前沿的研讨会 邀请这些学者 进来进行厂学研融合 然后 那我来检证一下 就是你能不能通过限制 来达成你的目的 比如说你怎么通过 一个人在进入 这个学校的状态 来判断他会不会去拽花生 或者骑走别人的自行车呢 校方可以邀请 我们志愿者到门口 引导他说 你是不是进来 对 就是你邀请他进来 然后他进来之后 拽不拽花生 你怎么保证呢 我们志愿者不是随时陪同吗 我们今天研讨会 难道不是 就是你方的政策 就是只要有人进来 你方一定要全程派一个人盯着他 研讨会 难道不就是我们志愿者 根据我们的引导措施 然后让少部分的人 进来进到研讨会的会场 没有问题 我们今天发现 很多高校都可以这样做到呀 OK 所以你方就是要一直拽着他 盯着他 然后你方说可能会有垃圾 捡不完的情况 我问你一个问题啊 比如说西湖 由于每年游客很多 然后会有很多垃圾 所以我们就应该不开放 对吗 西湖跟高校类比可不对哦 西湖本身是为了游客而参观 可是高校本来的职能 应该服务于学生 应该是让学生专注于科研 就是所以 就是垃圾本身是 对于高校很严重的影响 以至于我们应该不开放的原因吗 没关系同学 除了垃圾以为 我们发现 湖南农业大学 拽走了采生花生 然后还有清华大学 打扰到了学生 所以垃圾至少不是 拽花生的情况 一年发生几次 非常多次 我们不管从南方北方 你不要口嗨 你告诉我资料是几次 拽轴彩色花生 我放资料里面有五次 而且在一个学校内 导致一个科研项目 就无限期 为什么不直接放一个牌子 告诉他说不能拽 太好了 我们这个资料正式放了牌子 告诉你这是科研基地 你不许入内 但是仍然有那么多的游客 然后通过事后 去让他赔偿相关的东西 不可以吗 好 所以您方发现没有 您方避害事前解决不了 只能通过事后 可能完全 你方的避害 比我方可大太多了 我们方可以告诉你 通过限制政策 你看他不敢回答我的问题 因为现在社会的推定就是 应该去事后制裁 因为你事前不能 直接就判断 他必然有主观恶意 而且这些本来就是少数情况 谢谢 我方可以举 后面限制政策有好笑的 感谢双方变手 下面有请反方二变进行小结 时间为两分钟 好 感谢主席 今天双方其实核心在定义上的分歧是 我方要对进入学校的人 他的身份进行筛选 而他方是无限制地放人进来 且越多越好 我往下来跟您方讨论 今天我方发现的是 如果今天它的避害已经产生了 比如我方给你举的 华南农业大学 它的科研果树 被游客在拍照的时候折断的例子 我方给你举 湖南农业大学 它的科研用的彩色花生 它科研用的油菜花田 被游客采摘 被游客带走的例子 这些例子都足够证明 高效的核心职能是什么 是科研 这种能够为国家 为全社会人民 为地方经济造福非常大的科研项目 这种成果被您方 所放进来的公众所损害 这是我方不敢承受的 我往下来跟您方讨论 正常学生上课的问题 清北的同学 他在正常上课的时候 他们在接受法治日报采访的时候说 我们现在在上课的时候 游客叽叽喳喳地走入教学楼 他们完全不过正在自己的学生 这是因为我方发现的是 游客对自己身份的认知 是他觉得他是游客 他要受到服务 可是学生是学生 为什么学生会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 为什么有些文明的人 他会走进博物馆自动地进身 这是因为他对自己的身份认知 是求职者 这是我方为什么告诉你 当我方只邀请那些科研人员进来的时候 他能够保持安静的原因 我接下来跟您方讨论的事情就是 限制政策真的有用吗 可是法律有一个极大的职能 就是它的威慑性 当法律的政策出现的时候 它的威慑性就已经存在 这是为什么我国国家的治安 能够达到一个相当好的程度 比国外都好的程度 我往下跟您方讨论 我方实际例子 在中山大学加装了围墙 隔绝校外社会普通公众 非科学教育公众进入之后 那些可疑人士出去了 那些来参观有点出去 只留下科研之后 他的校内案发率 根据中山大学保卫处的采访 案发率降低了70% 这是我方限制政策的有效之处 如果您方觉得您方的更有效 希望您方后续举证 我方目前没听到 我最后一件事情来跟您方讨论 对于高校的核心职能而言 对于高校来讲 怎么样服务大众 是能够产生更好的效果的 我方觉得就是 当这些彩色花生 投入到实际之处 当这些果树投入到实际之处之后 它能造福更多的人 这是我方的概念 以上感谢 感谢反方二变 下面有请正方二变进行小结 时间同样为两分钟 好 第一件事 你方最爱举的华南农业大学 它到现在根本没解除限制 但是它的科研铁还被偷了 而且你方其实也没抓到 偷的那个人是谁 你怎么知道是校内的人偷的 还是校外的人偷的 他就摘了一个就走了 对不对 所以而且我方的这个限制政策 只是你可以进来 又不是说你可以随便进到 这个学校的任何地方 比如说我允许故宫没有进出限制 代不代表我可以去到故宫那些 没有修好的文物的地方 或者闯进那个故宫的那个什么 院长办公室之类的地方 也不可以嘛 所以实验田的地方 我方也可以做 第二件事情就是你方说 威慑性很好 谢谢你方承认我方 因为威慑性很明显 就是我方的利好 我方可以告诉你说 如果你在这个学校里 做了任何违反社会治安 或者说造成了人身财产安全 伤害的事情 我们可以直接报警 把你抓起来 我方有这个数据去举证说 现在其实警察到高校去出警的话 他要求必然的出警时间 是要十分钟以内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 可以直接把你抓起来 这种威慑性 是不是可以让大多数的人 就保持这种文明的参观 游览的状态 所以威慑性也是我方的利好 这是第二件事情 第三件事情就是 你方说什么回归职能本位 让他们投入更多的时间 在科研上 我就奇了怪了 任何高校 大部分高校都是没有限制的 我也没见他们哪个学校 过不下去了 或者说完全就不管科研了 所以说高校开放的状态 本来就是常态 你方凭什么说 已经严格管控的状态才是常态 各个高校就做不好 他们原来做的事情 我方觉得完全能做好 而且这么多年了 一直持续下来 就证明是可以做好的 这是第三件事情 最后一件事情就是 其实我方有数据表明 陕西省大学生的安全问题数据里面 76%都是由于 比如说打架纠纷 恋爱问题 争风吃醋 校内的这样一些情况 去进行就是纠纷的 所以你方说 比如你方那种摘花生 或者真的出现安全问题 等等的情况 究竟有多少 是不是个例 是不是很少的情况 这也是你方后续要举证的 谢谢 感谢正方二变 下面进入对变环节 由正方四变与反方四变进行对变 时间各一分三十秒 双方以交替形式轮流发言 变手无权终止对方未完成之言论 双方计时将分开进行 一方发言时间用尽后 另一方可继续发言 直到剩余时间用尽为止 由正方开始发言 有请 童谬没有 华南农业大学根本没解除限制 你怎么知道摘花生的那个人是游客的 我方给你举出的是 湖南农业大学的例子 你方告诉我要他去赔 可是我四年的心血 富之东流 我这四年的青春 你拿什么赔 特别好 华南农业大学他方不要了 湖南农业大学 知道为什么摘吗 因为那块田旁边 没有竖一块牌子 叫科研种地 金额巨大 我就以为是普通的花生 你告诉我 为什么是宁方的利好 明明确确的写了 这是我的实验田 科研种地闲人误入 所以我再来问您 宁方说之前就是开放的 可是我们看到 正是19年的时候 广州大学 中山大学 他就不堪其扰 树立了这样的围墙 然后他的案发率 减少了70% 是不是证明 限制才是有效的 这个例子 我们昨天非常认真地查过 我负责任地告诉大家 那块牌子就是没数 并且正因此 法庭没有判他赔偿 这也是法庭本身 因为他不知情 那个金额数量巨大 所以才进行了判决 我再问你了 哈工大开放了之后 怎么影响他们的 航空航天科研了 你说影响巨大 那是天价葡萄的例子 我方跟你举出的是 湖南农业大学的例子 他不仅被偷了彩色花生 他还被偷了油菜花 在校外被偷了玉米基地 他罚钱了吗 正是因为宁方无力追责 发现了吗 我四年的心血 复制东流 宁方赔不了啊 宁方的逻辑错乱了 因为如果他本身 看见了那块牌子 真的树立了那块牌子 他就应该要赔钱 所以问题是 宁方根本没有举证 再回答我方的问题 哈工大的科研 怎么被严重影响了 好 所以宁方的结论是 他今天赔不了 哈工大今天的学生 要冒着零下 二十度的连寒去上车 可是他连上学的汽车 都被游客挤占 你告诉我 他要怎么去学习 赔不了 是因为学校没竖牌 如果竖了牌 当然会赔 而且放了牌在那 大家就不会去摘金额数量巨大的花生 我那么爱吃那个花生吗 我方再问你了 上海音乐学院音乐会搞了二十多年 七千七百多场 为什么没出现宁方这个问题 开音乐会从来不归属于宁方的利好 我今天走出去也可以开 我方一直说的是 大家都进来看音乐会 我问你这么多好的利好 为什么不做了 所以我方告诉你 今天走出去依然可以更好的达成 我还不会被受到这样的侵扰 为什么不去 宁方根本没比较 有一些学校的科研 比如说旅游管理 酒店管理 餐饮管理 就是需要社会大众一起进来 他们的这个科研效果才更好 这一部分宁方怎么比较 所以今天我 今天课堂的知识我都学不好 你要告诉我 我怎么去课堂的实践 我今天去三下乡 去走到真正的课堂实践上 是不是能更好的实践 课堂是怎么被影响的 以前一直都开放 也没看谁家的大学 就上不下去课了 宁方举证一下 厦门大学清北之前也有限制的 稍后我方会给你举证 今天厦门大学 游客的进入地 离上课的地方 不过三步路 您方告诉我 会不会有影响 感谢双方辩手 下面进入盘问环节 首先有请正方三辩进行盘问 被盘问方需指派 除三辩以外任意一名辩手进行作答 中途不可更换 请问反方指派作答的辩手 是反方几辩呢 反方二辩 下面有请正方三辩盘问反方二辩 盘问方可以打断被盘问方发言 被盘问方只能作答 不能反问 对盘问方计时一分三十秒 有请 正方辩友请教一下 你方入校的标准是非必要不进校 对不对 对 我方正方是邀请制非必要不进校 怎么样算必要呢 今天的科研活动 今天我学校举办 比如说我的音乐会 音乐学院它的科研就是音乐 那我在这个时候举办音乐会 邀请人入校 是我方邀请制也能做到的 新生赛是不是必要的 辩论赛 今天厦门大学的新生赛 由校图委主办法学院承办 法学院邀请了 当然也能进来 你法学院有拿了什么诺贝尔奖吗 你现在法学院的本职工作都没做好 办什么辩论赛 这是学生活动 它属于正常培养人才的必要 那按照您方问 对嘛 对嘛 你看 本职工作以外也可以有学生活动 我们确认第一点共识 第二点 你说有一些人进了学校 会影响学生上课 对吧 同学你得举证 跟游客打交道是学生的正常人才发展路径 您方好像没有举证吧 所以这方便有 是不是有些人会影响学生的上课 所以今天我方的态度就是 筛选之后越少人越好 您方的态度就是越多人进来 学生跟游客打越多交道越好 我方觉得这样不太行 来 对方便有 第一个游客本身可以被规管 对吧 今天游客的规管 你规管越多 您方利好越小 如果你在课堂上干扰秩序 如果你破坏农田 要被罚款 甚至要列入私信人员名单 可不可以规管 所以您方的例子最后呈现的就是 没有罚到 没办法罚 我方湖南农业大学有例子 华南农业大学也有例子 各种各样的农科研锁都被偷过东西 连袁永平老先生都被偷过他的水道 在这种情况下 您方追责不了 那么多人路上的情况下 所以他是其实可以规管 你只是说规管有他的成本吗 我进一步再请教的事情是 如果今天 你把所有人都不能进来的 你方今天说解决力可以很大 不会有这些事情发生 对吧 我方说的事情是风险一定很小 而您方规管的成本 恰恰我方认为 六百万用来管桃花的成本 可以换三十个社科基金 我方觉得不值 对方没有 学生之间会不会有互相偷外卖 按你这么说 学生之间不要点外卖 就不会有偷外卖 对不对 您方的逻辑是反正校内也有问题了 校外再多点问题进来吧 我觉得我方就不行 对方没有 按你的意思 运动会有人运动受伤害 所以说不要办运动会了 对不对 您方现在是运动会已经有伤害了 你还在说可以陪跑 可以扰乱秩序 我方觉得运动会已经伤害 你就管运动会的伤害 不必要引入更多的伤害进来 你的基准叫做非必要 可是你的必要是什么可以直接帮助科研 可是刚刚举的这些例子当中 都不能直接帮助科研 你还是要做 我最后再请教你 我最后再请教你 你不要反打断我 你所谓的高校职能本位 除了培养人才还有别的吗 培养人才科研成果的转化 我方现在国家的科研成果转化率很低 国家甚至出台了促进科研成果转化法 用来促进这件事情 好 这些人进了学校以后 如果他们不能进学校 你告诉我科研可以多转化几倍 你的利好又是什么 可以 目前青岛科技大学 它在签订了2000项合同 目前签订的金额达到20亿 到账了就有7.5亿 这7.5亿造福地方经济了 青岛大学签订的合同 是因为通过不让人家进校来 让他签了更多合同吗 所以我方用600万武汉大学 用来维护桃花的例子证明 它可以换来30个社科基金 您方被摘走的彩色花生 能够带来多少的科研成果转化率 您方得告诉我吧 感谢双方辩手 下面有请反方三遍进行盘问 规则同上 请问正方指派作答的辩手 是正方几遍呢 正方四遍 下面有请反方三遍 盘问正方四遍 规则同上 有请 学姐好 今天第一点告诉我要资源共享 可是如果我校内资源紧张 您方是不是也认为要限制 资源控制率80% 我方已经举证 可是我方今天发现的是 北体的 它这个体育资源 依然空缺率是70% 也就是说现状下还不能满足70% 换而言之 您方也认为资源紧张的高校 要有限制 没有问题 对吧 您方刚才举证的 不是空缺率70% 那就应该让大家不要进行资源的浪费 为什么不给大家 是这样的 是全国前5%的体育学院的校内体育设施 满足率仍然不到70% 对呀 那不就是空着吗 所以大家可以进去用 对学生的满足率不到百分 换而言之 学生都不够做 所以我截料的是 资源紧张的情况下 您方也有限制 你没有证明您方的立场 我继续请教您 您方认为资源共享 是要为公众服务 对吧 让公众进来 我方举证的是全国 您方举证了五所学校 所以我方认为 我方举证的才是大部分的情况 所以这部分你不要了 我继续想请教你的是 如果今天您方认为资源共享 为社会服务 是让公众进来 对吧 对 社会公众进来 可以听音乐会 可以听讲座 可以进行酒店管理 餐饮部 他们本身是科研的一部分 所以你我双方要比较的是 同样一份资源 花在哪里更值 对吧 如果您方那么 那么心疼资源的话 运动会 辩论赛 然后街舞社 这些都没有利于科研呢 甚至比我方这些音乐会 更没利于科研 同学 我打断一下 音乐学院的科研 不就是办音乐会吗 可是它是让社会公众进来 因为社会公众 本身就是大众音乐的一部分 所以您 您方让它进来 就影响它的科研了 我打断一下 所以我们今天要去比较 同样一份资源 花在哪里更好 是我方今天社会服务更好 还是您方今天 让公众进来更好 我继续想请教你的是 今天一中天老师 登上百家讲难 传播历史知识 是不是社会服务呢 没问题 不矛盾 公众本身就是很多科研的一部分 像我方举证的酒馆 餐饮 包括音乐会 不矛盾的举证是 因为我方已经说了 这个上音二十多年 出什么问题了 有什么问题 您方举证的都是个例 大部分学校 您说 你成功的也是个例相法 我方今天想要告诉你的是 至少你今天进来之后 就会有这样的伤害 我想说的是 我第二点想请教你的是 今天同样一份资源 就像一中天老师 去传播历史知识 下大联合药企 去研发这种鼻喷的疫苗 它是不是汇集更多人啊 大部分学校在疫情之前 都是没有进出限制的 究竟怎么普遍地 影响了他们的科研 您方是要举证的 而且本身 你说他上电视 你说他看别的事情 为什么跟社会公众 进来有矛盾 而且社会公众 本身就是很多行业的一部分 武大花600万的经费 为游客造景 这不是经费的几单吗 所以本身 比如说辩论赛啊 街舞社啊 另外一些团体的活动 都要花钱 这是培养人才的维度 不是社会服务的维度 你们不是只要培养科研人才吗 这些对于他的科研 有什么帮助呢 我方第一点想说的是 要保证正常教学 与科研的秩序 要培养好人才 然后用人才来服务社会 这是我方的逻辑 谢谢 各位好 资源要与社会共享 不是所有的资源 都要跟社会 无条件 无差别的共享 这是两回事 真的很稀缺的资源 可以让在校生优先 没有什么问题 或是这个资源本身 是有保密性的 不跟人家共享 这些事也不是 我方一定要做的 所以说哪怕我承认 有一些资源 必然有他的席缺 那些东西不要共享 就没事了 对吧 又不是特别要拿 我特别少的部分 还不给校内的学生 印给别人 这件事也太反常识 此为其一 其二 你方一直跟大家说 高校的最核心的任务 是科研 任何会影响到科研的事情 通通都别做 那好 其他我跟你举证 比如说辩论赛 运动会等等 你又说他可以培养人才 是问他培养了什么人才 我作为一个一般高校的学生 我不是体育院校的 我运动会这件事情 培养了我啥科研能力 也没有啊 所以按你的说法 这件事情也别做 可是事实上你又说不对 因为这件事情 是学生的如何如何 所以你发现了吗 事实上你也知道 这件事情不是那么样的必要 再者 你方又跟大家说 现在这个时代 大家应该要聚焦 在一些科研的任务上 可以如何如何 可以有更好 可是你方自始有矩阵过 按你这样子的培养人才模式 可以更好的培养人才吗 我们发现并没有 反之我方已经举证 跟大家讲的例好 是不论是上海音乐学院也好 还是各个我们举证的过去 要告诉大家 它是可以与民同乐 与民共享的 第四 东方便有今天一直说 有一些游客 会来破坏课堂 会有什么的 我承认人一多 或多或少都会出现问题 就像我们地铁上人一级 也会有出现闲私老偷拍狂 所以因为这样 就大家不能进地铁了吗 如果今天地铁完全的限制 全部人是邀请制 那好 不会有人偷拍 可是问题是 地铁也会丧失他的职能 同样的 我们今天这个高校本身 它作育人才这件事情 它也不单单只是在一个 学术的象牙塔 而是要做产学合作 你方今天一直说 我们要跟这个各个企业 做合作等等的时候 如果这个学校像一个孤岛一样 像个监狱一样 大家都不愿意进来 也没有人才愿意走出去的时候 人人没有办法跟社会接轨的时候 你又如何能保证 你培养的人才是社会所需 是科研所需的呢 谢谢各位 感谢正方三变 下面有请反方三变 进行中场小节 时间同样为两分钟 谢谢主席 各位好 他方类比之所以不成立的原因 在于地铁就是让人乘坐公共交通的 可是今天你方有切实的举证到 高校有让游客进来参观的 这个义务吗 所以本质而言 高校让游客进来参观 本质是一种情分 而不是它的本分 我方举证到 是高等教育学会 在社会服务的定义叫做 在保证正台人才培养的基础上 要依托科研 教育 人才等优势 面向社会 以促进经济发展 这是我方第一个社会服务的背书 第二个想告诉你的是 教育部在 他对高校做的十三五规划里面 对社会服务里面出现的最高频的词汇 叫做什么呢 叫做科技 叫做成果 叫做转化 叫做创新 叫做行业 而今天教育部本身设置的 社会服务贡献指标 他强调的是学科建设 对国家区域重大战略需求 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贡献评价 所以在我方 你我双方的核心分析 就是对这个社会服务的认知不同 我方今天认为高校 尤其是现在本职工作 没有做好的情况 应该投入更多的资源 去做这一块 就好像今天一个律师 他更好的服务社会的方式 绝对是用自己的专业知识 去保障当时人的合法权业 而不是像你方一样 去做摆摆摊 去做这些情问类的东西 所以我方倡导的是 本职工作做好 第二个核心分析在于哪里 在于对学生成长 样态的描绘不同 你方今天对学生成长 样态叫做什么呢 叫做多一份 与游客打交道的机会 我就能获得成长 可是今天真正要做的 我方限制政策下是什么呢 要先保证学生上课的 一个正常的秩序 因为这是人才培养的基础 就像我方高等教育学会的背书一样 我们今天是在保证 正常人才培养的基础上 你想让人才获得培养 你最起码教学的秩序 科研的秩序 你得有所保证 我方一个一个个例 其实就想告诉你 这样的避害是有的 你方也坦然承认 只不过你方认为 有更多的利好 可是坦白讲 你方的利好在限制政策下 能够做得更好 为什么 因为我们邀请特定的人 进入来品尝我们的音乐会 我们培养更多一流的人才 让他去传播音乐的知识 所以我们今天希望走出的是 更多的一中天老师 我们今天希望研发得出来 是更多疫苗 汇集更多的人 所以在社会服务上 也是我方更具有普惠性 这也是社会分工下 对高校最合一的定位 谢谢 感谢反方三变 下面将进入自由辩论环节 本环节中双方轮流发言 发言辩手落座为发言结束 即为另一方发言开始的 即时标志 另一方辩手必须紧接着发言 若有间隙 累积时间照常进行 同一方辩手的发言次序不限 如果一方时间已经用完 另一方可以继续发言 也可以向主席示意放弃发言 对双方各计时三分钟 由正方先开始 有请 对方表 您的政策是请特定人进来 然后派一个人单独看着他 可是现在不是这样的样态吗 我的学术研讨会 都有志愿者引入 我来问您 如果今天一个医院 连治病救人都做不好 他装的金币辉煌有用吗 所以你要论证 现在为什么高校什么都做不好 是因为游客 再来 今天有人上课玩手机 导致期末考考不好 所以高校学员 是不是所有手机都要没收 所以宁方的态度是 一个马上就要挂课的学生 你鼓励他多跟游客打交道 所以挂课的学员 是不是手机要强制没收 不可以去参加社团 什么都不能做 一定要死读的书 好 所以太好了 一个快要挂课 快避不了的学生 我当然希望他能 先把自己的书读好 再去拓展自己的空间 所以我往下的问题是 当宁方没有办法 肯量你从600万中 损失的科研成果的时候 为什么我不应该把钱 花在更能够产生 苦惠性的大众的地方 你别危言耸听了 现在大部分高校 根本就没有到你方的程度 那600万只是武汉大学 你能举出第二个 像武汉大学一样 需要花这么多经费 在游客进入上 这件事情上的学校吗 我不得不说 厦门大学建造访课中心 花费了7.5亿 这7.5亿价值的 多少个数个家设客基金 我往下来问你 你方有今天有 但凡举证过任何一个 高校的社会服务样态 就是让公众进来吗 所以科研成果 你没有多数的举证 我方退一步讲 你说袁隆平爷爷 在社会上面是会被偷的 各位 如果每一个科研工作者 都在进入社会之后 都要面临被偷的风险 这是不是他们在校园里面 就要学着去学习 如何管理自己试验田的能力呢 所以你方说 我毕不了业了 这是我的成长 这是你方的态度吗 除了清华北大 夏大五大 这四所学校之外 大部分的学校 到底哪天会有那么多的人 需要你花什么几点几亿 什么几百万 然后来去建造游客中心的程度呢 好 所以这些广受游客 困扰的学校 我方先收下 广州大学城曾经是开放的 它在建设之初就是要开放的 可是它从14年 一直到19年 因为不堪重扰 纷纷建起为强 中山大学在建起为强之后 降低70%的例子 我方举过了 我下一个问题是问你 如果对于每一个学校来讲 既然科研都做不好了 我就花点钱 把厕所装的金币辉煌 有什么用 对嘛 既然科研都做不好 所以别做这个 既然什么没做好 就别做什么 你有没有发现 所以你这件事情根本不符合我们 不论是上次国家 下次一般人的 既然本职工作都没做好的 不要有娱乐 不要打辩论的 对不对 同学不要混淆本分跟勤奋 我们今天告诉你的 是高校为什么在科研工作 本分的情况下没做好 还要去向游客开放 还要去做地方的勤奋 我给你读 运动会街舞辩论赛 请问一下 这些对科研有什么帮助 这是高校三大职能之一的 培养人才科研产出和社会服务 我给你读 教育部指出大学校园更好向社会公众开放 具有积极意义 有利于大学更好融入生活 央视评论文章 大学校门该打开了 讲到开放早已成为共识和常态 开放是必然的 所以你方凭什么说 现在大学校园不开放才是常态 山东教育厅也说 开放不等于无限制向公众开放 我今天邀请社会公众进来参加我的活动 也是开放的一种形式 所以双方比较就是在开放的态度下 我到底是您方无限制让公众进来 不加筛选 还是我方邀请制筛选人进来之后 哪一种开放的样态是大学更好的样态 我往下来逼问你 我往下来问你 今天对于高校而言 我如果我花这600万块钱 换30个社会基金 换20亿的这种成果 普惠大众 服务地方经济是不是更好 你也知道应该要开放 你居然说我们邀请制的开放之下 邀请制还叫开放 你方这个想占便宜会不会太大了 开头就确认过 我方的有限制不代表封闭 这是确认过的态度 我下一个问题是 我今天办越来越多的创业活动 我今天让学生去实地三下乡 是不是比你在校园内 主动制造一些新的困境 让学生来面对更好 到底有什么困境 宁方从来没有举证过 困境是由于宁方放入了社会公众 那些偷的人到底是不是社会公众 宁方都没有弄清楚的情况底下 就把这口锅放到社会公众 这个头上是不是有点不公平 中山大学在阻绝了非教学相关的人士进来之后 案发率降低 其实这是宏观统计 我下一个问题是 当清北的学生他在自习的时候 受到外面游客在叽叽喳喳的时候 你要怎么管得住 不让游客进入教育区域 是不是宁方众恶利好也不存在 罚钱可不可以 规训可不可以 把他们真的有人搞破坏了 抓去关可不可以 都可以 你这就是一种懒政的思维 反正疫情前这么管 疫情后也这么管 我们就这么管 这就是个懒政思维 不想担责任的思维 没问题吧 你方才是最大的懒政吗 让所有人都进来 出了事之后也没法追责 怎么办 不是 你方现在的态度是 只要非必要就不做 那这个世界上到底有什么事情是必要的吗 看西湖必要吗 看故宫必要吗 非看不可吗 如果都不是非看不可 是不是如果想要减少管理成本 所有的事情都不做 全拿去投科研最好 如果现在中国正在面临一个 需要创新的困境 这是时代性的困境 国家在鼓励做这件事情 我们面临这个困境的时候 我们有必须要做的事情 高校既然拿了教育部这么多资源 他就应该回馈同等的资源 如果我方今天告诉你的事情 这六百万拿去做更多的事情 能够换来更多的能够回 等同于回馈教育部的资源 那你方告诉我的事情是 游客进来能带来多大 你方要不要算一算 你发现这个世界上 如果拿了某些人的经费 就一定要什么事情的话 那么这件事就没完没了 因为任何的排序总有优先级 也总有一件事情不必要 也不会怎样 你方最大的问题在于 模糊了社会分工 高校有必要的事情要做 所以我今天要聚焦于此 产生利好 这是我方的意义 谢谢 这些学校都能够让社会公众进来 他们的科研究竟怎么被 宁方的归因影响 这是宁方要证明的 而且哈工大去年开放了之后 根本没有被影响科研 宁方又是怎么证明 一定的归因就是宁方 让社会公众进来呢 而且非必要本来就是 最恶心的一种思路 因为如果是必要才能做的话 这个世界上大部分有趣的 好玩的享受的事情 都做不了很恶心 感谢双方变手的精彩发言 下面进入本场比赛的 最后一个环节 总结陈词 首先有请反方四遍 进行总结陈词 时间为三分三十秒 好 谢谢主席 今天我们探讨是否要解除限制 要看怎么样才能达成高效的价值 其前提的部分 高等教育学会强调了 保证正常人才培养 是不可损害的前提 在对方的解除限制的样态下 我的实验田被作为野炊地 我倾注了四年的毕业论 我化为乌有 价值千万的科研成果 被复制一句 多一个宁方的访客涌入校园 高校社会服务达成的前提 就多一分受损的可能 宁方轻描淡写的一句 游览参观 是高校和社会不可承受之痛 这时候对方告诉我们 我们可以加强管理啊 可是坦白讲 宁方看似校门大开 实则人数限制 线路限制 实验时限制 在他方的限制立场下 处处 他方解除的立场下 处处是限制 那他方今天让游客学习的利好 是不是也在线缩 这与他方高唱自由赞歌背道而驰 可真是这样的态度 才一次次地去加重了 高校和民众之间的矛盾 今天对面告诉我们讲 他们的利好是让这样的资源盘活 可是我们告诉你们 学校前五的院校 它的资源满足率都不足70% 连我自己都不能吃饱 我为什么要分给你们呢 可是他方再告诉我们 我们可以办活动啊 这方利好不是在我方立场上也能达成吗 我方是不是可以通过我自己的高校的样态 去筛选更适合我们的活动 他方告诉我们 我们今天要在高校制造问题 让学生决定去解决 可是现实社会中有那么多问题 等着我们去解决 我去三下乡不好吗 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去解决现实中明明就存在的问题最好吗 为什么要去自讨苦吃呢 第二个问题 怎样才是今天高校社会服务最佳样态 高等教育学会提出要依托高校的教学 科研人才等优势向社会提供服务 对方提出了开放体育场 开放公园都是对社会服务望闻生意的误读 在高校本身社会服务应有的赛道 都做得不够好的时候 当一个医院救死扶伤都做得不够好的时候 反而去想着装修着金币辉煌 这是舍本竹目 这也是对高校比较优势的损害 所以我们今天都想要达成社会服务的目的 而限制出入是保全和立足 今天高校科研优势的选择 是较为对方 今天对方开放更为一条普惠的路径 比起让几千人去参观校园 我想研发出一个鼻喷式疫苗 才是能够造福更多人的路径 所以如果能够达成这样的 职能有很多种途径 是不是去选择我绝无替代的 最有优势的才是最优解 大学之大 不要只看见校门口的呼唤 更要听见远方的呼声 最后我们的核心分歧是 要以何种的心态去面对高校的本职工作 是 今天一百万可能能够在高校打造一个公园 今天一百万投入科研 可能只是打了一个水漂 可这才是高校最应该去做的事情 短期的营头小利 不是高校不去做这样的事情的理由 如果高校不坚守初心去研究这样的事情 去投入科研与教育 去突破这样的社会的边界 去问人类创造无限的可能 这样的事情该由谁做 又能由谁来做呢 最后的最后 作为夏大学子 我们当然为我们最美校园的名片而自豪 可是我们也想 今天大家提起夏大的时候 想起的是那个一日三月式的捷报频传 是三十九次南极科考的累累说过 我们也想今天我校成我用虚高的分数 去换了四年浪漫的时候 也能像我们开头时所说的那样 去成为真正的南方之强 明日栋梁 去把我们的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好河山上 以上 感谢反方四变 最后有请正方四变进行总结陈词 时间同样为三分三十秒 谢谢主席 我也去过厦门大学 那里真的很美 而且宁方的三个院士 全部都是本身一直对着社会公众 开放的时候培养出来的 所以从来都没有看到说 社会公众一直都可以进入我们全国 大部分的校园的时候 究竟什么样的科研职能 什么样的科学研究 什么样的科技转化 非常非常严重 不可承受之痛的被影响了 从来没有看到宁方的举证 好像一下子都变了 我觉得变化最大的就是 宁方一直不停地说的六个字 非必要不开放 因为恰恰是所谓的这个非必要不出行 等等所谓的非必要三个字 把我们每个人都牢牢地困起来了 我们每个人都听过这三个字 我去看看朋友 是不是必要的 好像不必要吧 我这个朋友也不是 马上就不见了 我去看看家人是不是必要的 好像也不那么必要的 他又但凡没重病 也不必要 有没有发现 宁方所谓的这个非必要的政策 恰恰就是阻碍很多事情 正常发生 正常发展的 最严重的一个错误原则 而且大学本来就是一个综合性的场地 如果你把它全部弄得森严的 反而变质了 所以你会看到大学校园里有一些人做着跟科研无关的事情 他们在跳街舞 他们在办音乐会 他们在办辩论赛 我们都是辩手 我们当然知道在学校里面 办辩论赛是一个多么难拿到经费 多么不必要的这个课题啊 可是这些活动不恰恰正是使得大学 正是使得高等教育更像一个高等教育的地方吗 你有没有发现很多城市的地标恰恰就是一个学校 武汉大学是武汉的地标 厦门大学是厦门的地标 本身学校就不仅仅只有科研这一个职能 它还代表着这个城市的特色 它还代表着这个城市高等教育的发展 教育特性的这么一个特色 所以当你说 啊 我们这个大学只搞科研 只干科研 只培养院士的时候 明方已经把大学的这个理解过度的窄化了 明方觉得说这个大学 就是只配我邀请进来的人享有这一片象牙塔 可是我告诉你错了 首先非常多的行业和领域的科研 它就是需要社会公众的参与的 我方刚才已经举证了非常多 如果你直请音乐家 你根本不知道大众对于这个音乐会的反应是什么 当你拉着提琴 看到底下一直在这二十多年来 上海的老爷爷老奶奶小孩子都进来看的时候 当你直视着他的眼睛 我告诉你 这就是为什么要开放 哈工大的校长说 当我们开放了校园 无数的青少年过来 无数的老兵过来 看着我们的国之重器 流下的那个眼泪 就是我们必须要开的理由 所以会不会有问题 无方坦然承认一定会有一些问题的 但是现在无论是辖区警察 还是各种学校的安保系统 都是可以规管这些问题的 而单单只怕一点点的问题 就去封闭这个校园 就去按民方的邀请制这样去推行 才恰恰是使得校园高等校园的这个意义 被大幅缩减了 民方整体的逻辑就是阴烟废实 所以综合来看 为了那眼里的那束光 为了那滴眼泪 一定不要解除限制 谢谢各位 感谢双方四变 本场比赛的比赛环节到此结束 有请双方变手退席 下面首先有请各位评委 对本场比赛的环节和印象两部分做出评判 同时投票决定本场比赛最佳变手的归属 在环节票部分 评委对每个环节分别做出打分判定 并在比赛结束后上交环节票 由工作人员对每位评委的票面结果进行核算 单一评委票面上哪方得分多 则视为此为评委将环节票投与该方 在印象票环节 评委将投出印象票 下面请工作人员收取评委投票 根据印象票的结果显示 邢瑞斯评委将印象票投给了反方 张池评委将印象票投给了反方 王鑫评委将印象票投给了反方 下面我们进入评委数票环节 请各位评委老师落座印象票投向的一方 并阐明自己印象票投的理由 下面数票正式开始 有请邢瑞斯评委进行数票 好 各位好 辛苦吧 变手 然后对于这场比赛 其实我是比较纠结的 因为我虽然印象票投给了反方 可能我的环节票也投给正方 然后后面的决胜票的话 我还没有投 需要再思考一下 然后对于我来讲 我印象票做在反方的一个理由 主要就是我觉得双方其实有很多可以打的点 包括正方有自己的优势 反方也有自己的利好点 可这场比赛围绕的一个核心交锋来看 或者说大家主要的时间投入精力 来打的一个部分的内容来看 我可能觉得反方可能更占优势一点 所以我会把票投给反方 那我说一下 我对于这场比赛交锋环节的一个理解 首先就是正反双方的一个观点 其实我觉得一开始来讲 我是比较倾向于正方的原因 是因为我觉得正方一开始讲的点 在我看来很对我来说就是我很能接受 他对于大学职能的一个描述 这其实也是今天双方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争议点 正方讲的第一个论点讲的就是 你作为一个大学来讲 你不仅要考虑自己的学校 你不仅要考虑自己的科研教学任务 同时你也有社会的责任 你也要去做资源上的一个共享 比如说你当你正方来讲 你正方说大学的场馆 大概每年以15%的增速来增长 但却有80%的一个空置率 我觉得你根据这样一个案例 或者说根据这样一个数据 你就可以往后做一个很好的延伸 那这80%的空置率都空置了一些什么内容 那这80%空置的内容 它对于大学来讲可能是个闲置的资源 但它对于社会来讲是个社会公共服务 对于社会来讲是民众都应该享受 或者说可以享受进一步提升生活幸福感的这样一个资源 这就是你的价值所在 也是我觉得你在后续的攻防当中 没有讲出来的你所谓的大学的一个职能 和大学的一个社会责任 这是你讲的第一个点 第二部分我觉得展开相对来说好一些 可虽然好一些还有一些问题 这个问题就在于你讲的是 它可以丰富学生的社会活动 你举的是上海音乐学院的例子 你讲的是学校可以通过办音乐会 让更多的社会人士进来 享受到我这种 就是感受到我学校的一个科研成果 同时也能丰富大众的这样娱乐生活 然后你又讲了济南大学例子 你讲的是酒店管理 你讲的是科研不应该脱离社会 不应该脱离民众 我觉得这个都没问题 那反方讲了什么 其实反方在我看来讲的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反方大概讲了两件事 第一个 你打扰了高校的正常的科研教学秩序 第二点就是 我通过进出性的限制 从而减免了一些科研的费用 或者说一些科研的 减少了就是我维护秩序所要付出的成本 而这部分成本我可以投入到 这个大学 对于大学来讲 更重要的社会职能上 这个职能叫做 可以去为科研服务 比如你讲 六百万的一个五大樱花节 那我这六百万 我不让游客进来 这六百万每年我就不花了 我就可以投入到三十个科研项目当中 我觉得逻辑是 你当然可以这么讲 但我听起来确实是有点怪 因为其实不同大学 有自己不同大学的一个特点 不同大学也有 一个不同大学的一个定位 当然这都是我自己的理解 你们在场上呈现的 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那双方围绕的这样一个交锋 进行了哪些展开呢 在我看来 你们双方之间的展开 就在于 正方没有围绕着 你资源控制去共享 资源控制率 你的资源共享去打 你想要的是 把反方讲的那个 打扰高效职能 打扰高效正常的 科研教学秩序这一点 你想把它完全打掉 没问题 我觉得如果今天正方 能够完成自己的一个 这样一个战略意图的话 也没问题 可是这场比赛 在我看来比较可惜的是 我觉得正方没有完成这样 因为这里面涉及到 双方制度的不同 正方的制度 在我看来就是 相对来说比较宽松的 可以允许社会人士自由进入 而对于反方来讲 反方讲的是邀请制 邀请制是什么 我有相关的科研活动 我才能邀请这个人进来 而我邀请这个人进来之后 我还有志愿者陪同 确实在这个层面上 起码在有监督这个部分 对于反方来讲 他的监控力就要比正方强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你讲的就是 第二点就是 身份认知的问题 我觉得这一点反方 在攻防过程当中 也做出了一个阐释 身份认知是什么 我是应邀参加这项科研活动的 那我对于自己 是有这样的一个身份认知的 那我可能是一个学者 那这样的话 我就很有可能去避免 自己干跟学者行为 不搭边的游客方面的事 我觉得这份身份认知 通过你讲博物馆的例子 我也能够感受到 当我进入博物馆的时候 我可能觉得自己是一个求知者 那在这个工作人员 引领我的过程当中 我可能除了这种认知上的不同之外 可能还有一些仪式感的不同 这些加诸到我身上之后 确实可能会降低 我做这个校园环境破坏啊 然后包括对这个科研生产 秩序做打扰的这样一个行为 我会觉得在这个方面 反方的监控力要比正方是强的 而从这件事情的基本形式逻辑 大家也都能理解 那有监管肯定要比没监管强 监管强肯定要比监管弱 对于这个教研科学教育的 这个秩序的破坏程度 那当然要弱一些 所以他这个逻辑相对来说 是比较通顺的 而这个时候 正方会去纠结 你讲的那个破坏一年有几次啊 那些破坏是不是自己 学校内部的人干的啊 我觉得这样的 再去做这样的一个逻辑攻防 虽然可能有一定的削弱效果 但这个效果实在太弱了 而且在攻防过程中 反方也明确地交代出来了 那我方就是不想引入更多的避害 所以我会觉得在这一部分 确实可能会对科研生产生活 会有一定的打扰 就像反方举的例子 但是这件事情 再往下去讲 就是我会觉得 这是双方进入到一个案例的争夺 那这个案例争夺是什么 反方讲的就是 拔花生 拔桃子 大概就是一些农业的学校 正方讲 那你看哈工大 哈工航天为什么没有被打扰呢 我说句实在话 这是因为 其实本质上的原因是因为 这个高校性质 或者科研任务的不同 为什么农学类的学校容易被游客破坏 因为那些东西要长在外面 对不对 很多树啊 很多实验田 它要种在一个相对野外的环境当中 它才能够正常生长 你哈工大 航空航天的实验室让你参观吗 都不让你参观 只让你参观博物馆 你作为一个游客 你怎么可能去破坏它的科研成果呢 而且很多科研成果还是保密的 当然就破坏不了 所以对于一些理工科类的院校 它即使开放校园 它没有那么大的对科研任务的 或者说科研成果的一个破坏 因为接触不到 那这里面背后衍生的一个逻辑是什么 其实就是在我看来 正方 其实我觉得虽然你讲的时候 对于要解除限制 但对于一些比如说农学类的院校 它自己的科研生产地上 这部分参观的限制 你可以加上去的 因为你讲的是允许为原则 限制为例外 那对于一个高校来讲 科研用地它可以是例外 对不对 但是可惜这样比赛 正方没有讲这个东西 他想要做的就是去硬刚 硬刚这件事 觉得没破坏 破坏也是高校学生的破坏 那这件事情 在我看来 如果你把这件事情 打得如此极端的话 那我只能判作反方得利 我也没有办法 其实在这件事情 对于我来讲 反方按照我自己内心的理解的话 反方在这件事情 应该是占不到便宜的 但非常可惜 今天反方在这件事情 占了大便宜 第二个占便宜点是这样 第二个占便宜点是成本问题 反方讲 哎呀600万这樱花节太浪费了 这为了应付游客 我这600万投入科研项目有多好啊 夏大作为一个最美校园 那游客接待中心花了7.4亿个资金 哎这资金投入太浪费了 你投入科研项目 对于这个社会生产价值 再进行一个再增值 那这件事情不是一件更好的事情吗 然后这个时候 正方全程都是用逻辑反驳 它逻辑的反驳的方式在我看来 一开始你作为一个逻辑的攻防 在技巧上来讲是没问题的 非必要的事情就不做了吗 我觉得非必要的事情也要做 因为非必要的事情背后要有非必要的价值 所以我会觉得当你举那个地铁的例子 在我看来反方的回应是到位的 它是不恰当的 因为地铁本身的职能就是面向公众的 那这个时候正方需要干什么 正方需要去挖掘 在你正方的世界里 你高效的职能是什么 高效的职能是不是只有科研 有没有面向大众 在我看来是有的 就像正方思辨正方结辩当中说的 其实你讲得很好 第一个职能我觉得社会责任 对吧 你作为一个学校 你面向公众 你要承担你的社会责任的 你的社会责任不仅仅是教书育人 你占了那么大片地 大家都没有公园去了 那去你校园里遛个弯 这个跑个步怎么了 是不是 这部分也是你要做的社会责任的 那你有没有政策设计 可以避免对你的教学打扰 又满足了社会这种 每一个公民来讲的一个游览 放松身心的一个需求呢 我觉得是可以的 这是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什么 你想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大学 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文化中心 每一个城市其实也都有自己的文化符号 想到武汉就能想到武大 对不对 那我们想到厦门就想到厦大 都是美丽的城市 都是美丽的校园 他们不仅仅是一个学术的圣地 也是这个城市文化的中心 也是这个城市文化的符号 那这些文化的符号怎么与社会交融呢 我觉得还是要开放大家参观 让大家感受到这种校园文化 所以这六百万花的值不值 其实我觉得是很值的 再比如说湖南大学 你说骆家山本身就是一个景点 开放给公众参观 又能感受到这种书香的一个气氛 又能感受到这种教育的氛围 这不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吗 那再往下讲 对于这件事来讲 还有没有更深层次的意义 有啊 很多学生家长 很多学生家长带着学生参观校园 为啥呀 那学生家长带着学生参观校园的时候 讲的都是什么呀 你好好学习 未来就能考上这个学校 那为什么要选择这所学校呢 也是这些学校当中 除了它的教学质量 除了你未来挣多少钱之外 是不是还有校园环境啊 是不是还有人文关怀啊 是不是还有它背后所 这个学校所承载的一些价值啊 那这些如果你不开放之后 它怎么能够 你怎么能够把你的价值 传递给社会呢 但是非常可惜的是 我讲的这些内容 或者说我想听的 你讲的这个大学校园 职能必要性的内容 没有在这个比赛场上完整的呈现 只呈现了一个逻辑的攻防 只呈现出来了 虽然这个辩论赛啊 运动会啊 都是非必要的 对科研成果 没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但这件事情也要做 我想听的不是这件事情 应该要做 这是社会上的一个 普遍认知 我想听的是 这件事情为什么应该做 背后的价值在哪里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 正方今天着力的一个发力点 所以基于以上原因 我可能就会把票投给更倾向于反方一点 这是我对这场比赛的看法 好吧 谢谢各位 感谢行锐斯评委 下面有请张驰评委进行数票 各位好 要有明确的认识 其次的话要对游客或者人群进入大学校园产生的意义 提供的价值 有明确的剖析 从这个角度来看 反方我认为讲述的是相对清晰的 反方整体上我认为其实两个部分 他认为大学的教育的这个属性呢 或者说最本质的工作呢 一个是科研 一个是呢 比如人才培养或者相关的内容 当然我理解在前半场的攻防中 反方可能讲的还是偏向于科研的方面 可能后面在正方的这个攻防之下吧 可能相对地展开一点 其实你可以讲的更坦率一些 为学生服务嘛 对吧 你说你开了食堂为什么 学生要吃饭嘛 这个食堂能不能帮助学生做好科研呢 也不好说 对吧 所以我觉得从反方的角度来讲 他认为大学应该提供的服务 大学应该发挥的价值 和游客进来做游览啊 做如何如何 他认为和这个是不相关的 所以如果游客的进入 又给大学带来了一定的损害 那么就不让你们进来 那么他如何论证又会带来损害呢 比如他讲了中山大学70%的例子 确实更多的人进来可能损害更大 他讲了比如说像这个武汉大学呀 像厦门大学呀 这个我花了很大的成本 这个成本本来可以发挥它的比较优势 好刚应该用在刀刃上 我认为反方对这一部分的描摹 是相对清晰的 相比较而言 正方对这部分的描摹 我认为是相对模糊的 正方理论开始讲 其实第一部分他讲说 有富于资源 其实我们可以发现 有富于资源这件事情 和它的属性是没关系的 这只是我们对现实的一个切片 比如说我随便说 我有一家医院 这个医院人很少 我的医院的花园很漂亮 没什么人去 我是不是可以以此为理由 把它开放给大家 大家去来做游览呢 我觉得也OK 或者我这个医院的食堂 卖的包子特别好吃 是不是我也提供外卖 卖给别人也OK 但是这个东西 即使你能论证成功 它有个前提 是这个现实存在 如果这个现象被颠覆了 或者对方举出对立的因素 跟你去抗衡 因为它不是这个设施 这个环节 所本质的固有的属性 那么你的论述的重要性 就会打个折扣 所以反方再讲一些说 你这80%是吧 我其实有70% 什么top5的体育院校 70%的场馆 什么这个 这个有缺乏 当然我个人理解 这个数据可能有细节要展开 就比如北京的高校比较多 像北体大呀 北理工 可能在座很多北京的同学们 也都去过那些地方 不管是租用场地打球 还是怎么样 感觉好像没有像反方讲的 这么缺乏 感觉他们还是把它作为一个 营业性的收入来赚取其他利益 但不管怎么样 这个地方双方 我认为其实攻防 没有特别好的效果 但是这个地方一旦有攻防 因为正方在这个部分 获得的利得不是本质的收益 就会有 受到反方一定程度的击打之后 这个击打的效果 就会成倍的增长 第二部分呢 其实正方讲了一部分本质的属性 他们讲 你看像音乐学院 我们对外开放 是吧 办音乐会 我们这个酒店管理的学院 你看我们在校园里 办了一座酒店 这个地方呢 其实路子我理解 就有点像本质的利好方向去切了 但是问题是 这两个角度显得有点 不太是主流 尤其比如酒店 你说对啊 我在学校里开了个酒店 如果你不让别人进来 难道你只接待同学吗 也很尴尬 同学去酒店 然后你去接待他 好像酒店也办不下去 我个人感觉 所以说这样的例子 我认为正方 其实也认为 我们要找一些本质的因素 但是可能 我们先找一些 可能这个战场可能我有优势 我先把这个量出来 那往下的话 我个人理解这场比赛 这个变题 大家肯定准备了很久 双方肯定也都 因为是正反双方 双持立场 一定有很多的发挥 你们的攻防 肯定也是经过你们裁剪的 可能我们几位评委想到的很多事情 你们也在场下想到了 只是因为时间的展开 或者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讲出来 但是这些准备的原因会导向一个结果 就是你会限制住自我的发挥 这个地方在正方会显得比较明显 正方其实我认为是非常深刻的理解 我要找到一些本质的属性 本质的优势 开放大学校园 为什么对大学是本质的要求 你就该这么做 但是可能因为种种原因 可能因为其他的选择 逻辑的自下性的问题 或者需要攻防成本的问题 正方可能觉得没有更多了 所以正方在操作层面 走向了一个另外一个方向 就是所谓的非必要也应该 非必要也应该 作为简单的攻防 我认为是没问题的 但是当你反复去产生 正方其实举了很多类比 不一而足 很多变少在反复地讲 的时候其实会给评审和观众的感受是 所以就非必要的事很多 确实不能因为一个事情 是不必要的就一杆子打死 但是你的价值在哪里呢 如果你不能找到你独有的价值 或者你明显的价值 那么你的这个反驳 只能是证明 对方认为非必要 不该干这件事是有问题的 可是反方 它本质上不是因为这个 反方本质上是因为 我大学要提供的场景 提供的服务 我资源头像的优先级 和你的需求不相关 所以这个情况下我认为 呈现出的样态就是 正方的击打反方 确实也没有特别好的回应的方法 但是这个击打本身并不直接命中 反方立论想讲的核心 所以造成了局面就是 在这一部分战场的势头上 其实反方没有特别好的 就是在势头上是落于下风 但是这一部分势头的优势 又不足以撼动这个比赛 双方对于实际这个问题 在讨论什么 大学校园的职能的本质 究竟是什么 对这个深度的伤害 我认为是微乎其微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 我认为 这场比赛可能反方 会占据更多的优势 可能需要双方 当然可能也是因为 厦门大学的同学 也是现身说法 我理解厦门大学 确实是中国可能高校里边 对于外来人员限制比较早 相对 当然可能 那个不一定叫限制 不管你们定义上怎么攻防 可能相对来来 对游客的限制 相对比较早 或者比较多的学校之一 当然也是因为发生过一些 不太好的事情 在这里边 可能大家要进一步挖掘的是 我们可能作为学生的视角 去讨论大学为我提供服务如何如何 大学对这个社会 还有什么别的价值 可能有一些 能够为我们延展的空间 以上是我的看法 谢谢大家 感谢张持评委 最后有请王欣评委进行数票 谢谢 印象票得到反方的原因是我认为 正方的论没有完整地展开 而且你们因为可能对工方比较自信 所以这场发现你们的很多反驳 回不到你们的论证条件上来 就比方我接着刚才张持评委的话说 比方说你们谈这个 非必要事情要不要做 正常的论证是 其实你们的论理说 因为大学的资源有很多浪费 要把它利用起来 因为学生要有酒店管理 接触客户等等 接触社会等等 这些就都变成了学校和学生培养过程中必要的一环 你们要论的是我们像你们一样 大学的资源利用起来 大学和社会结合起来 都是我们为了整个社会发展所应有之意 所以你们要论的是大家都是必要的 你的必要在科研 在学生培养 而我们的必要 其实你们也在学生培养 和整个社会的资源盘活和资源利用 所以你看你发现 如果这个反驳只停留在逻辑层面 就像刚才两位评论老师说的一样 你们在逻辑评论 交锋层面上 可以用一两轮的方式去做过渡 但是如果要嫁接你们的核心论点的话 你们不是嫁不回来 但是你们不做 反而举了很多类比 那个类比在我听起来 打多了我有点不适 为什么听起来不舒服 因为我觉得故意歪曲 对方也说得很清楚了 你们只举了很多那种类比 对方也说了 比方说辩论赛啦 音乐会啦 是为了学生发展也是必要的 当然这跟反方自己的表述不清楚有关系 你们太过于强调科研 只有中间有几位变手吧 三变还是谁 我忘了 专门讲到了教育部对学生的发展 也有其他要求等等 其实这是也不赖对方 给你们一直去扣这个帽子 你们自己说不清楚 而且反方在很多的交锋上 给人的这个观感也比较奇怪 双方都奇怪 我先说比方 你们提到的 这个关于管理成本的问题 其实这是反方的优势论语 你们专门提到了说 武汉大学的管理成本 顶30个社科项目 但是你们却没有 关于管理成本的一套系统论述 正方今天提了很多问题 其实正方在盘问里 反而提醒了你们 帮你们总结了一句 可以管但是有成本 其实没有 就像正方今天说的一样 没有什么事是绝对管不了的 就是要花钱 要牺牲 可能要花一些钱 可能要牺牲一些学生的 所以你们要论证 这个成本有多高 武汉大学花了那个钱 包括你们建了一个游客中心 其实这个不完全 就是我听起来 比方说你们盖一个楼 它也许不完全是为了游客 它现在作为游客中心 假设它大学封闭了 它能不能做教学 这个楼可能也不至于就拆了 所以我觉得像这种 你们是应该核心 去做成本比较的 今天正方的论 我为什么 今天为什么正方的论 我没有认同呢 就是你们的应业费时期 要论两个方面 第一个是论识 识就是说我们开放 就像吃饭一样是必要的 是有很强必要性的 它是识这么一个高位阶的需求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 一个顺带带来的 像反方说的一样 这个利好可有可无 反正我是专门搞科研的 我是为了学生的 我不干也无所谓 用你们的话说叫勤奋 不是本分 但其实在正方论里 里面有很多是关于本分的 你拿了社会这么多钱 你一直空着 你把空着的东西 给社会回馈 是不是你的本分 你培养学生 你让学生接触不到社会 空中楼阁 在香草塔里不知道社会什么样 将来出来就业就不好 找不到工作 这是不是你的本分 其实所以正方的论 也是有这种所谓的本分 所以我觉得双方 其实今天的争议是很明确的 但是双方都没有深入 比方说你们关于一个 树了牌子 就偷不偷麦子的事 这个打了好几轮攻防 我做一个 之前做司法审判的 法律从业人员 我听起来就很奇怪 包括什么 还有一些法律常事上的谬误 什么清权责任上 竖了牌子才能赔 这都闻所未闻 你们可能提到的是 农科院那个刑事判决 说偷了葡萄 那个是因为 大家想不到 这葡萄这么值钱 所以刑法上没有定罪 但是清权责任上还是 清权损失上还是该赔赔的 类似于这种攻防 其实在正方的视角里 都应该 因为你们的论理是有的 就是切分区域 什么样的科研区域 是完全禁止入内的 比方说实验检就禁止入内的 什么样区域是可以开放的 等等 包括今天方方对数据 也没有进行拆分和详细的解读 比方说正方的数据 说空置率80% 其实这个你要想 那些大部分空置的学校 那些空置率80%的 你开放之后可能也没人去 就比方说北京的很多校区 很多比方人大的 这个在海淀的校区 你们也有外面的校区是吧 马上就有了 马上就有了 比方说我们中裁吧 我们在海淀那校区非常紧张 但是我们在沙河那校区 空置率很高 你开放了也没人去 地方像民族大学 在丰台王佐镇有个校区 周边连奶茶都买不着 地铁 最近一个地铁站 打车过去要90块钱 你说把这学校空置率很高 开放了有人去吗 没有 所以你就面对数据解读的问题 空置率很高之后 你开放之后 也许你的空置率 从80%下降到75% 没有意义 反而是那些很紧张的学校 才是有开放需求的学校 比如今天大家提到的 武大 夏大 北大 清华 等等这些学校 他们没有空置率 但是有开放需求 这些是矛盾的真一点 比方说今天你 反方的很多案例 你们说花了多少钱 我刚才也解读过 这个数据都是可以深入挖掘的 所以今天双方我觉得 包括反方今天的 什么邀请制 就是派个人盯着 你们这个答案也太匪夷所思了 你不是有一个很好的答案 叫因为身份认知 所以邀请来的科研人员 不容易造成破坏吗 怎么就变成了派一个志愿者跟着 所以你们今天的很多答案 双方都一样 很多直观上的反应 和自己的论完全是两套体系 反驳第一 和社会常识 和一般人的认知离得比较远 第二和你的理论论也比较远 所以我觉得双方在做理论的时候 要把反驳和理论结合起来 这样的反驳也不至于碎片化 打阴阴废时这种论的时候 把阅 你反方论耶 你就要把这个耶论得严重一点 正方论耶 你就要把这个耶的后续的结果 整个处理方式论清楚 关键今天双方打耶打得很少 关键打那个实 就是所谓的必要性 打了很多 但是也没有把双方的整个价值的必要程度 来展示出来 其实这种题不是必要和不必要的碰撞 是一种必要和另一种必要的碰撞 双方都要展示自己的必要性才行 谢谢 感谢三位评委的数票 请评委老师们回到评委席落座 想必各位评委入目三分的陈述 一定让大家对变题有了更深一步的理解 下面我们就请各位评委投出决胜票 我们将综合环节票 印象票 决胜票 三个环节 来决定本场比赛的获胜方 华语辩论世界杯成立于2012年 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 影响力最强的青年思辨文化平台 经过十余年发展 已经形成覆盖全球15个国家和地区 超过1000所学校参与 覆盖小学 中学和大学 全年龄段的活动体系 华语辩论世界杯 旨在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 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中国声音 促进世界青年的文化交流 同时华语辩论世界杯 紧扣时代脉搏 与青年紧密相连 怀揣青年理想 永担社会责任 心系家国天下 以青年之声 奏向时代强音 下面将进入本场比赛 最激动人心的环节 我将公布本场比赛的获胜方 及最佳辩手 获得本场比赛最佳辩手的是 反方三变 成标 恭喜 本场比赛尚未公布的环节票 和决胜票票数结果如下 环节票 邢瑞斯评委投给了正方 张池评委投给了正方 王欣评委投给了反方 决胜票 邢瑞斯评委投给了反方 张池评委投给了反方 王欣评委投给了反方 因此本场比赛的最终结果为 2比7 反方厦门大学代表队获胜 祝贺他们 同时也感谢济南大学代表队 为我们呈现了一场精彩的比赛 最后 感谢各位评委和选手 对本次赛事的支持 请各位离席退场 感谢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